台北監獄今天在扁家人的抗議聲中 一大早就把前總統陳水扁轉到台北榮總 做進一步的身體檢查 北監強調他們考量的因素包括了介護安全 還有其他民眾的就診權益等等 而且北榮有先進的醫療儀器 可以幫陳水扁做精密檢查 這一次檢查的項目主要是神經內科 還有精神科 一大早六點多 北監就出動大批警力介護陳水扁轉院 七點半介護車隊進入台北榮總 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早就等在榮總門口 陳志忠批評北監完全沒有尊重陳水扁的意願 北監特別出面說明 因為陳水扁不願意轉院到台北榮總對於院方安排的各項檢查 陳水扁都極力反抗與榮總的醫療團隊僵持許久 最後是由不請自來與綠營友好的台北榮總呼吸治療科主治醫師郭正典 加入醫療團隊 花費很多唇舌 勸服陳水扁 而且全程陪同 陳水扁才願意讓院方為他進行一些不具侵入性的檢查 台北榮總上午 安排陳水扁進行核磁共振以及腦部和身體的超音波 下午再做尿路檢查 其他檢查項目周六將持續進行 榮總將等所有檢查結果出來後 交由北監對外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